今天很開心請來我的嘉賓 Fresh to Go 創辦人 吳慧寶小姐 Wingbo 過去兩個星期 Wingbo 都和我們分享了很多有關事業上的發展 今集我們將會和Wingbo 講一下自己個人的經歷 Wingbo 很開心今天又見到你 多謝你訪問 我今次就要多問一些關於自己個人的經歷 我覺得你是和呂芳結婚之後 就知名到大聲了 對你自己的生意其實有沒有幫助 其實少少 多了一些不是我的客戶群去認識我們 不過始終都是要自己的產品做得好 就算是別人因為這樣而認識了我 我試了一次如果是不好的不再光顧 可能還帶給他一些不好的feedback 更不好意思 那就是說是一個動力的 要做好一點 都說得對 但你年紀又比他小這麼多 是不是小很多 都很多 其實會不會造成當初你不適應的 又要做生意又要顧及形象 有沒有壓力的 多話少也有一點的 因為他都算是一個低調的藝人 我也是一個很低調的 我們起初我們真的盡力希望不要讓人知道這麼多 我們自己做回自己的事 尤其我做生意 我都是拍檔的 好得顧忌的 壓力就來著那裡 沒有得低調的 做歌星 怎樣低調都不低調可以的 所以都是要做好件事 其實女方是一個歌手 你也是從商的 做生意的 那女方有沒有在生意上 有什麼直接幫助你 他煮菜又厲害不厲害 他是藝術家來的 所以做生意方面 他最大的幫助就是做一個很老實的顧客 試一下好不好吃 試菜真的不好吃的 真的有哪裏都不好的 好在他有一個餵食鬼 他的意見永遠我都覺得 他的意見是最好的 最老實 還有食家給我意見 我當然要聽 甚至我的廚師都很聽他的意見 這個已經是對我來說很大的幫助 是嗎 但是十年 十年的時間去經營你的生意 而且重重困難 他不會洩氣的 會不會叫你不如不要了老婆 你做家庭主婦好過了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還是一直都這麼支持你的 他都很支持我的 我這個都是追夢來的 有能力 他又見到我 其實這麼多年都要很努力 用很多精神壓力 每天面對很多困難 其實他看到我每天這樣做 他不會叫我放棄 一直都密密支持 是的 還有一路一路有好轉 一路一路有好成績 有時候有些good news 其實他都不停支持我的 現在又是起飛的時間 事業上又做得這麼好 那怎樣分配時間呢 小朋友又這麼小 那你是怎樣去減壓 還是怎樣去應付這個 又要處於 因為這個都是外女性很重要的話題 又要處於內又要處於外 那你是怎樣管理的 都是學習中的 幸好我們是做網購的 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在雲端上做 我們早幾年 四五年前 已經開始把工作放上去雲上 大家都可以不用在公司工作 全部都遙距地做 就好像去年疫情開始之後 很多人都把這個模式改變 但我們早幾年前已經開始了這個模式 所以都很習慣 其實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家裡 變成我照顧女兒就很沒問題了 我一邊工作的女兒都在旁邊 女方都很好 她很享受照顧女兒的時間 這一年她都看著女兒 每一天都陪女兒成長 她不想錯過她每一天 變成我們其實很幸運 和女兒從她出生那一天 到現在每一天都照顧她很貼 但接下來可能 內地開放我們又要回內地做事 就會見得她少些 不過其實現在科技這麼好 其實都好像去到哪裡都沒有隔膜 但其實女兒都很好臭 現在是這樣一歲都很乖 是啊 那你又說得對 我不怕生多個 她真的很乖 我想知道未來的大計是怎樣 Fresh to go 有什麼大計 未來呢 我們除了會拓展網上的生意 拓展更加多的 你沒有想過的合作 我們都會開始 最大的其中一個範疇 就是我們會幫餐廳做加工 這個就很少提及的 其實做餐廳都是一個正值一個轉捏點 餐廳加工 是否在這方面可以具體一點 加工 其實餐廳很多時候 他們都有去廚房 是啊 他們訂很多蔬果 訂很多原材料 肉 菜 等等 但接下來他們都會有一個轉變 可能他們要訂一些醃好了 已經半製成品的 可能炆了的牛腩 可能容易解釋 然後再用牛腩去發展其他菜式 前期的工作 就是需要一些中央工廠去做的 其實以往我們都有做開這些 來年我們會發展更加多 在這方面 因為幫一些菜式去做設計 做加工 已經成為了我們的強項 餐廳有很大的這個需求 我們都會親民這個市場 即使餐廳減低他們的壓力 有一部分的工序 可能是你公司就可以跟他們做了 是的 在這方面 你怎樣推廣 你是怎樣跟他們聯繫 怎樣把營業去到每一個角落 都要靠一些商會 例如餐飲業的商會 或者有一些平台 其實本身已經是 跟所有的餐廳已經有聯繫 不過不是做這件事的 我們可能會請他們去跟我們聯繫 還有其實大部分都可能會是 不再好像以前那樣 傳統的用一個銷售市 逐間逐間店去敲門去銷售的了 現在互聯網就是這麼方便 其實我們可以有一些apps 令到人不懂的 你都可以自己走來apps 試我們的服務 相信有好的服務的人都會衝進來的 我認識你的時候 剛才女方因為公幹 現在就不是香港 我聽聞女方很喜歡馬來西亞 你知道我在海外房地產 馬來西亞是我一個重點的市場 我想知道女方何時回來 何時有機會多些了解 她是否真的很喜歡馬來西亞的物業投資 她何時回來我都不知道 做事真是心不由己 但她真的很喜歡馬來西亞 為甚麼呢?你又中不喜歡呢? 我都很喜歡的 我受她影響 是她帶我去馬來西亞 我以前都沒有去過 她真的時刻都提醒馬來西亞 認識她的朋友就知道 她特別喜歡這個地方 第一 她也是餵食 馬來西亞的美食真的多 又便宜又漂亮又正 人又熱情 說廣東話 她又覺得很有親切感 我和她都是一些很簡單生活的人 最好穿著短褲拖鞋去逛 她就覺得這個還不是我的地方 家的感覺 其實她經常都想 那裏有沒有好的學校 如果女兒一起去不行 她對這個地方真的很大熱誠 我們的確是多了很多 香港人喜歡在東南亞 尤其是在馬來西亞 檳城或者根坡 她們帶著社會國在那裏住 在那裏讀書 那裏教育和醫療都做得不錯 我們這幾年無論在不同的平台 都推廣很多馬來西亞的教育 各方面的資訊給我們的聽眾 稍後我們有機會 我們一定要大家聊聊聊聊天 了解更加多 好啊 在節目結束之前 我有一個問題 在心裏想問你很久 就是你怎麼認識女方的 其實都不是一個很特別的場合 都是朋友和朋友 當年大家都單身 都會有些飯局 有些出來去朋友家裡 在這裏聊聊天聚買 這樣認識而已 不過她給我的印象很好 因為她很乖的 其實 大家又單身 聊聊天又說 你都不像這個年紀 這樣就給她吸引了 是的 她的年紀跟你有一個距離 對初認識的時候 都會不會有一個障礙呢 我聽聞 聽聞 你來來回回 都是大家 又一起 又分手 又一起 最後都選擇 一起共同生活 結婚 生孩子 其實 你怎樣去 將這些 排除萬難呢 其實都用了很多時間去磨合 始終 年紀相差得遠 是有少少代溝 但是 又無形間變了火花 大家都會互相學習 是 是 斬下眼都好像六七年 都六七年 是的 都六七年 他很多時候 被我見到的東西 就是我沒見過的東西 他的想法 他的看法 就是 我覺得這麼特別 會不會是因為他的才華呢 唱歌 他有沒有在你面前 唱一下情歌 令到你覺得很浪漫呢 少一點 少一點 但是他也是一個藝術家 所以 他想的事情 他做的事情 都是跟我們做的事情 有很大的差距 對我來說 是一個不同的看法 很多事情 當你做生意 用藝術的角度去想 原來是這樣的 有挺有趣的 都未必是不行的 所以我跟他 都會有很多 天馬行空的事情出現 是的 就是因為他的藝術 細胞 是的 最後磨合 最後為什麼會選擇結婚呢 是否因為有了女兒呢 還是他們都覺得是時間要一起 結婚都是因為有一個女兒 其實結婚都是一張紙 是的 但是有小朋友 就是一個上天的禮物 我覺得 其實很多事情 都不是我們意料之內的 但是 知道那一刻 大家都很開心 是的 尤其是他知道那個是女兒 他開心得 難以形容 更開心 真的不會說 更開心 像他還是像你 多一點 哦 那就真的 100%像他 是的 你會陪育他做歌手 還是陪育他做生意 商場的女強 都不用陪育 他現在一聽到音樂 就自己跳舞 是的 真的 他真的有很強烈的音樂細胞 那你真是好好的再陪他 鎮我兩名 好多謝Rainbow一年三集 都抽空來到我們霍碧君 至尊人生 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祝你的事業一帆風順 和家庭幸福 未來有機會我們再請女方上來 和她們接受訪問 好好的 多謝你的訪問 今天很開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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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